第501集 听我说完 林震东也愣住了 您是说 我被恶鬼缠身了 林震东还是有点紧张 他是了解我的身份的 又只是个普通人 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怎么会不紧张 他能问出这个问题 我也不意外 先别着急 这东西未必是害你的 我赶紧宽他的心 如果那黑影没害的 他反而把自己吓坏了 那可就闹笑话了 你好好想想 这段时间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经历 比如有没有遇到那些 比较诡异 比较惊悚 或者超出你理解的事情 林震东看了看我 见到你们二位 就超出了我的理解 唉 微占脑壳疼 认知局限了他的事业 这样 即便他身上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恐怕我也很难从他嘴里 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其他的呢 我继续问他 我想想 林震东挠了挠头 坐在旁边想了起来 我继续打量着那团黑影 看样子 这黑影也没什么杀伤力 不像是什么邪恶的东西 否则的话 在接触到地府鬼印的瞬间 这黑影就已经消融了 而且 从我发现他到现在 他都只是挂在林震东身上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任何反应 如果不是我接触地府鬼印 才能看到他 我有可能 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错觉了 也正是因为他始终都没有动作 所以我才没有贸然出手 林震东想了想 也没有想出什么头绪 我无奈地摊了摊手 没有啊 我还真没有遇到什么怪事 我点了点头 没有再追问 既然他想不起来 那再问下去 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能去702房间看看吗 林震东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702的房东 已经搬走很长时间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联系上他 就在这个时候 小芳却是一脸疑惑地走了出来 只见 他手里拿着一把钥匙 老公 你怎么会有702的钥匙 那钥匙上面贴着个标签 上面写了三个数字 702 林震东彻底呆住了 我和冯伟对视一眼 也看出了问题所在 林震东不是再刻意隐瞒 他是真的忘了很多事情 你 你在哪发现的 林震东问他 小芳指了指房子里面的桌子 就放在桌子上了 林震东把卧室打理得井井有条 既然是放在桌子上 那就说明他最近应该是见过的 甚至有可能用过 可是他却完全没印象 这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有别人家的钥匙 还好702没人 这钥匙住了个貌美如花的女人 林震东可就说不清楚了 走吧 我们去看看 我对他说道 既然林震东这里有钥匙 那很有可能是他得到了房东或者702中的东西的认可 我们也就不用发愁怎么联系702的房东了 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702 林震东沉默了片刻 看他的表情也有点纠结 过了片刻 他点了点头 他在前面带路 我们来到了702房间 开门之后 我闻到了一股子腐朽的味道 看样子 这房子确实很久没人住了 这房子有问题吗 风伟问我 来得匆忙 而且我们这次只是为了续命 风伟压根就没考虑过带牛眼泪 现在 他也只能通过询问我 来了解702的状况 其实 就算他带了牛眼泪 也未必能够看到 我是调动了地府鬼印的力量之后 才发现那黑影的存在 既然不是恶鬼 那牛眼泪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我先看看 我应了一声 进门查看一圈之后 没有任何发现 房子里面没东西 这就奇怪了 我皱了皱眉 难道 真的是我看错了 不会 林震东对昨天的事情毫无印象 甚至连家里多了把钥匙都不知道 他的记忆确实很多 这就有问题 起初 我认为他是被某种东西操控了 才会在无意识中 进入702 并且在这里做了什么事情 可是现在 我们在房间里 确实什么都没有发现 看来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我调动地府鬼印的力量 一点一点地探查 可是 依旧没有任何发现 这房子里 干净的有点过分了 什么发现都没有 我无奈地说道 明明知道这个房子有问题 却什么都找不出来 那种感觉贼卧心 会不会你太敏感了 不是 只是我没找到 我找不到 不代表没有 毕竟我才刚刚掌控了地府鬼印的力量 还有很多东西是我无法接触到的 而且 如果对方的能力远远超越了我 那能瞒住我的感知 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再三探查 仍旧没有任何发现 我只能无奈地放弃了探寻 走吧 我招呼他们三个 回头之后 我却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一幕 一直没什么动静的黑影 这个时候竟然动了 只不过一个眨眼的功夫 他就从林震东的身上 跳到了小芳的身上 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姿势 小芳闷哼一声 倒在了地上 老婆 林震东眼疾手快 立马抱住了他 可是小芳躺在怀里 双眼紧闭 一言不发 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林震东慌了 我赶忙上前检查了一下 心跳 脉搏 呼吸 各项生命体征都很正常 可是 我却愣住了 太正常 也就意味着不正常 小芳是个癌症患者 就算是用了深果长明灯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他的各项体征能正常吗 显然不可能 那现在的确如此 他的各项体征都很正常 对于一个重症患者而言 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 林大师 我老婆的知识怎么了 放心 她没事 我对林震东说道 那黑影好像不是在害她 反而是在帮她治病 哼 能治病的黑影 我笑了笑 有点意思 还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我抓着小芳的手腕 用地府鬼印再三确认 那黑影的确没有伤害她的意思 先把她抱回去吧 还不知道她要昏迷多久 我说完之后 林震东点点头 她抱着小芳 小心翼翼地走在前面 我和冯伟跟在后面 林大师 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笑了笑 安慰她 只能等了 小芳的状况很好 那黑影很有可能是在帮她 如果我贸然出手的话 先不说我能不能解决掉这黑影 反而有可能会让小芳遇到危险 林震东点了点头 在床边守着 这一等就是半天时间 直到中午 小芳依然没有苏醒的迹象 林震东也没有去上班 心烦意乱地守在床边 会怕发生什么 期间我也来过几次702 想要看看房间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可是这几次查看 一无所获 一直等到下午四点 小芳才醒了过来 你终于醒了 从小芳昏迷到现在 林震东只喝过几口水 饭菜一口没吃 我怎么了 小芳一脸茫然 先别急着运动 看看你的身体 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对着小芳说道 小芳尝试着活动了一下 突然惊叫一声 呀 她这一声惊叫 可把我吓得不轻 良久 小芳才激动地说道 不疼了 我不疼了 听到这话 风伟和林震东两人全部恶然 我却听出了一点意思 那团黑影 的确是在帮助小芳 等一下去医院做个检查吧 我笑着说道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小芳现在的状况 应该会有很大的好转 林震东两人连连道谢 不过 我也没有厚着脸皮接下来 毕竟我只是给他们续了命 这黑影的出现 完全超乎了我的预料 林大师 这些请您收下 小芳拿出一叠皱巴巴的钞票 钱不多 满打满算恐怕也不到一万 对这个已经破败不堪的家庭来说 这可能是全部的积蓄了 我把钱推了回去 这次我就没准备收你们的钱 你老婆的身体还需要好好补补 这钱就留着给她补身体吧 他们过得已经如此艰难 我不想再给他们更多的压力 我不想再给他们更多的压力 然而两口子确实很执着 这钱您必须收下 小时候爸妈就跟我讲 地水之恩当有权相报 这次对您来说可能是举手之劳 对我们却是救命之恩 林震东很坚定 说什么要把钱塞给我 最后我拗不过他 从里面抽出了一半 这就够了 我把钱装了起来 林震东还要给我 可我说什么都不能再接了 确认小芳的状况良好 我和方伟就离开了 至于黑影和702房间的诡异之处 我也没有再去钻研什么 我这人的性子还真有点咸鱼 能不管的事情 我就绝对懒得插手 既然这黑影没害人 那管他干嘛 可是有时候你想咸鱼 老天倒是看不过去 中间才隔了几天 我和方伟正在店里聊 林震东两口子就来到了店里 林大师 我们俩今天是给您报喜的 我家小芳的病 好了 好了 虽然早就有了猜测 可是真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却还是吃了一惊 彻底康复了 我问他 林震东激动地点了点头 那黑影的笑容 还真是超出了我的预料 第502集 我虽然猜到了他在帮助小芳 却没有想到竟然这么神奇 癌症 号称不知之症 特别是小芳的病 已经到了晚期 可以说是神仙难救 然而在那黑影的帮助下 他竟然完全康复了 而且 我身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纹身 小芳开口说道 纹身 我心头一动 能让我看看吗 小芳点了点头 把自己的衣领扒开了一些 他的肩膀上 出现了一个复杂的纹路 鬼文 看到鬼文之后 我和冯伟都坐不住了 这就是鬼文 林震东两人有点意外 他们俩都是咸鱼的读者 自然知道鬼文的存在 只不过 咸鱼在书里面没有描述 所以他们没认出来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嗯 没错 我点了点头 事情的发展 让我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那黑影和鬼文有关 我和冯伟身上也有鬼文 可要说鬼文的来源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事实上 不光是我们 恐怕连十三局 都没有弄明白 鬼文的来源 然而现在 小芳身上的鬼文和黑影 却好像 让我触碰到了 这个问题的真相 那以后 我也能变成超人了 小芳激动得脸红扑扑的 我笑了笑 从某个角度来看 还真可以这么说 鬼文拥有者 可以拥有远超于常人的力量 小芳的病不治自愈 很有可能就是鬼文的功劳 本来 我已经决定不再管这事了 现在看来 不管不行了 鬼文的诞生方式 这直接影响到 这直接影响到华夏银行的实力 如果能弄清楚将其掌控 那么华夏银行的实力 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增长 震动 我想请你配合我 调查一下鬼文的来源 鬼文的来源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关键了 关键到 哪怕以我咸鱼的性格 也必须要想办法将其查清楚 古时候 鬼文拥有者 可以被称为鬼文至尊的 帝王之文 说法虽然有些夸张 但也是有理有据 在那个冷兵器为王的时代 拥有超过常人的身体素质 这就等于是个彻头彻尾的超人 五倍于普通人的身体素质 这可不是单纯的 能打五个人那么简单 真要到了古代那种冷兵器战场上 在没有弓箭手威胁的情况下 一个鬼文至尊 打几十上百个普通士兵 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在当今的热兵器时代 鬼文拥有者 也拥有很强的威慑力 放在银行 一人的圈子里 也同样强悍 以银商举例子 如果我没有地府鬼印 没有鬼文 单凭银雾 去叫板一个鬼文拥有者的话 那是找死 如此强大的力量 当然要尽快弄明白 也正是因此 我希望林震东夫妻 能够配合我 林震东点头 拍得胸脯砰砰坐下 您放心 我一定会配合您的 有他这句话 我也就放心了 得到林震东的同意之后 我立即把电话打给了孙苗苗 电话接通之后 孙苗苗打去说道 你不好好筹备婚礼 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 我无奈地笑了笑 婚期逐渐临近 我的时间的确有些不够用 不过 还是先把鬼文的来源搞清楚 你们那边弄明白鬼文的来源了吗 我问孙苗苗 相比较于银行 十三局拥有更便利的条件 也拥有更多的样板 那些来自于军队的兵王 绝对会配合他们的调查 然而 孙苗苗的语气却是很低落 还没有 那些人 就是突然之间 就拥有了远超常人的力量 而且 因为鬼文的出现 没有任何的预兆 我们也无法提前观察 即将出现的鬼文拥有者 他说的这些 的确是有那么一大难点 不过 有了小方的存在 或许这个难点就不成立了 我这里有个刚刚获得鬼文力量的人 我觉得 我有可能触碰到鬼文的来源了 我对孙苗苗说道 等我说完之后 电话那边则是漫长的寂静 喂 你在听吗 我甚至都有点怀疑 孙苗苗是不是挂断了电话 孙苗苗立马回应道 在 孙苗苗身为十三角的一员 她也比我更加明白鬼文的重要性 我只是猜测 这次的鬼文出现的有些蹊跷 我对孙苗苗说道 然而 孙苗苗却异常执着 你继续说 我马上带人过去 有猜测就足够了 鬼文实在是太重要了 必须要将其掌握 中间停顿了一下 孙苗苗继续说道 你 在这里等着 我马上到 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我耸了耸肩 孙苗苗还是这么个急性子 只要涉及到她感兴趣的领域 立马就会变成一个女狂人 您这是给谁打电话 十三局 我应了一声 等我说完 林震东彻底愣住了 你放心 只是负责调查小房身上的鬼文来源 不会把她当成小白鼠来研究 而且 十三局已经招揽了很多 鬼文的拥有者 他们还是很和善的 我怕林震东会紧张 便开口解释了一下 林震东并不紧张 两口子脸上反而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十三局 是您书里面特殊事件处理局吗 那个部门真的存在 我还以为是那个写传记的人杜传的 没想到竟然有这么个部门 我们也能见到十三局的人了 我们是不是能成为十三局的一员 让我很意外的是 这两口子对十三局的存在 异常感兴趣 等一下你们就可以见到她了 我笑了笑 我不知道 咸鱼在她的书里提到多少 关于十三局的事情 不过 既然林震东他们两人 马上就要配合十三局进行调查 那她的存在 也就没有必要保密了 太棒了 林震东激动的满脸通口 其实我也能明白她的感受 这就好比你是一个漫威迷 结果突然有一天 有人告诉你 雷神钢铁侠神盾局是真实存在的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吧 没出多长时间 孙苗苗带着人来了 出乎意料的是 周老竟然也跟着来了 人在哪儿呢 孙苗苗还没开口 周老就已经先扑了过来 他抓着我的肩膀 晃得我头都晕了 我突然明白了一句话 研究人员都是疯子 他们在接触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和自己研究相关的事情之后 就会彻头彻尾变成一个疯子 您先别激动 我扶着周老坐了下来 毕竟他已经上了岁数 这样激动 对他而言不是什么好事 坐下之后 我才指着小芳说道 这就是我提到过的人 小芳走了过来 怯声声地打了个招呼 周老和孙苗苗两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那双眼神 好像发现金矿似的 小脸 你有什么发现 啊 他们俩都是我的朋友 小芳得了癌症 我用秘法帮了他 可是 我偶然发现他的老公 也就是林振东的形式 有些古怪 他好像忘了一些事情 我把我见到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起初 我担心是受到了 阴碎的影响 所以就查了一下 结果发现 他身上有一团奇怪的黑影 那黑影连我都看不透 在那之后 我简单调查了一下 在我调查的时候 黑影从他的身上消失 出现在了小芳身上 周老和孙苗苗在旁边做着笔记 等我说完 他们笔记也做完了 两人脸上都露出了激动的表情 小林 你的猜测 很有可能是准确的 我马上抽掉两个研究小组过来 这件事情 必须要搞清楚 另外 再抽掉一个调查小组 不 一个不够 也要两个 十三局比想象的 还要重视这次的事情 很显然 他们更渴望弄明白 鬼闻出现的原因 过了会儿 他又看向小芳和林振东 孩子 因为这事情 特别特殊 我们有可能要对你们这段时间的 所有经历 行踪 都进行细致调查 这其中 有可能会涉及到二位的隐私 还请二位见谅 林振东憨厚地笑了笑 我们就是普通人 也没什么秘密 您老放心 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国家的 这样的结果 自然是最和谐的 其实说句过分的 个人在国家机构面前 真的毫无秘密可言 如果国家真的铁了心 要调查一个人 那么潜藏的再生 也没用 十三局的调查组 可比我们这种泥腿子靠谱多了 周老抽掉了两个调查组 两个研究组 就是为了调查鬼闻的来源 四个小组 二十个人 人数虽然不多 分工却异常明晰 没用多久 就把林振东两口子调查了个清清楚楚 两个研究小组 一个去了702房间 另外一个 则带着林振东夫妻 去做了个详细的体检 癌症 这一直被认为是必死之症 可是现在从小方身上 我仿佛看到了病魔被战胜的可能 把他们交给了十三局之后 我也没有再去管这件事情 十三局来调查就已经足够了 我再插手 只是添乱罢了 说不定什么忙都帮不上 反而还会将大家误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 送走了周老之后 我也就开始筹备自己的婚礼 婚礼策划 还真是个麻烦事 一个好的主持人 虽然能掌控婚礼的发展 却不能什么都交给主持人 婚礼 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等这一天 我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了 我和宁楠楠找了几家婚庆公司 最终选定了一个主持人 万事俱备 只等婚期来临 距离国庆越来越近 我的心反而出奇的平静 第503集 连冯伟都有点好奇 哎兄弟 你就不紧张吗 紧张什么 我反问他 冯伟皱了皱眉 一脸愁容 我这几天 担心地睡不着 万一刘飞在你的婚礼上 来捣乱 我们该怎么办 应该你有什么对策吧 方伟问我 我笑了笑 摇头 没有 没有对策你还不紧张 因为我没有办法呀 刘飞这的确是个麻烦 他已经摆明了 要在我婚礼上闹事 可是我们却没有什么好对策 哎 提前收拾他 我们现在连他在哪都找不到 至于改婚期 这更是我直接否决了 倒不是我非要在自己的婚礼上和刘飞打一场 而是这婚期改不改都没有意义 我改婚期 难道刘飞就不改时间来找我麻烦 身为齐鲁的新掌柜 除非我选择不举办婚礼 否则那绝对不可能瞒住刘飞 既然不管紧不紧张都改变不了事情的发展 那我为什么要紧张 倒不如放平心态 趁着这段时间做好万全的准备 以此来争取到更多的胜算 请柬都准备好了吗 我问冯伟 给宾客亲朋发请柬这个事 冯伟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下来 你放心吧 我都准备好了 说完 冯伟拿出了个巨大的纸箱子 这么多 我都惊呆了 本来我想着只要有个几十份就可以了 可冯伟准备这个箱子 这可不是几十份该有的样子 冯伟黑黑一笑 当然啊 然后他一个个把请柬拿出来 清点了起来 这是东三省三大家族的 这是给金门满站大师的 这个是少郎中的 以前我还没觉得 怎么到了发请柬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我不知不觉 已经有了这么多朋友 人际关系 错综复杂 几乎是半个华夏银行了 你就别管了 这事交给我和九叔去处理就行了 你就好好守着你的美娇娘 等着婚期就可以了 既然他安排得妥妥当当 那我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回家之后 我却看到宁楠楠在收拾行李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都懵了 马上就要结婚了 他这个时候收拾东西去哪儿 逃婚 宁楠楠看了看我 逃婚啊 啊 卧槽 还真是这样 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剧情发展的不对啊 别人都是爱情长跑了好几年 最终熬进殿堂 怎么到我这儿就不一样了 我 林璇 已经领过正怀了娃的老婆要逃婚 开什么玩笑 不行 你怎么能逃婚呢 当时我就急眼了 宁楠楠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你急什么 我还能跑了吗 快来帮我收拾行李 能不急吗 我赶紧摇头 不行啊 你说清楚 我绝对不能让你走 说完我一把把行李箱抢了过来 就在这个时候 方叔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怎么 你这齐鲁新掌柜 位子还没五十二户 就要抢抢民女了 方叔瞪了我一眼 看到方叔之后 我就蔫了 老老实实地把行李箱放下 方叔 你这也太胡断了吧 难道都要逃婚了 我低头说道 方叔笑着瞪了他一眼 逃婚像话吗 你看把这小子吓得 看样子 方叔还是站在我这边的 您喃喃捂着嘴笑了笑 拿出一叠红色的本子递给我 能 给你的 便宜你了 这是什么 我顺手接了过来 等我看到上面的几个字 却一不留神被呛到了 咳咳 我咳嗽了几声 封面上一行烫金字 房屋所有权证 房产证 我数了数 没忍住抽了口凉气 十二本 我虽然不是什么有钱人 但也算上有车有房 再加上茶馆的生意越来越好 我的名气也越来越亮 也算是小有成就了 可是 十二套房 这还是吓了我一跳 看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宁喃喃摆了我一眼 我拿着这些房产证 却是有些烫手 方叔 您这是 我有点不解地看向方叔 方叔有钱 这我是知道 可是 我却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有钱 十二套房子 说送就送了 方叔 撇了撇嘴 满不在乎说道 毛山有个船头 船破仪 不留隔夜间 我虽然已经不是毛山弟子 可该守的规矩还是要守 所以 这些年我赚的钱 都给南南攒着呢 你们俩结婚 这些房子就便宜给你了 方叔 你就不留一两套养老吗 怎么 我这把老骨头还得自己养老 这十二套房子给你 我连口饭都混不上吗 我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连连给方叔道歉 可是 我还是没弄明白 这宁南南为啥要收拾行李 这是要和我分居啊 等我问出自己的心中疑惑 方叔满脸认真的说道 林小子 你和南南的确是领了证 可从传统习俗来说 南南没过门 婚礼 就是这么个仪式 总不能直接把自己家里结了算了 这些房子我都已经装修好了 让南南随便挑一套 那就是她的娘家 到时候 你迎亲车队 要到娘家去接人呢 这一层我还真没想到 得了 我也不再问了 都听你们的 你们说怎么做 咱就怎么做 收拾好了东西之后 我亲自开车 把宁南南的行李送了过去 怎么样 我师父给我准备的嫁妆 还满意吗 宁南南靠在我的肩头 笑咪咪地问我 当然满意 回头 咱再买上几十套房子 凑够三十套整数 宁南南脸上露出了一丝疑惑 买那么多房子做什么 我笑了笑 三十套房子全部租出去 我们俩啥事不用干 每天开着车去收租 一天一间 一个月正好三十套房子收完 这样每天都能过得贼重拾 听我说完 宁南南在我胳膊上掐了一把 本来这只是个段子 可是我没想到 我竟然也能过上每天收租的日子 婚礼前的两天 我把宁南南送到了他的娘家 也把我爸妈接了过来 两口子平日里总说是 城里住得不舒服 这次我要结婚了 他们俩比我都积极 等我到了村子里 二老已经收拾好东西 在等我了 行李不多 也就几件换洗的衣服 不过这大包小包的倒是不少 妈 这都什么呀 我有点好奇 想打开看看 被我娘骂了几句 鬼崽子 那是给南南的礼物 是你能看的吗 娘小心翼翼地塞进了后备箱 得了 婚礼之后 我就彻底成了一个外人了 南南才是亲生的 我自讨没去 只能黑黑一笑 等我回来的时候 冯伟他们已经把新房 布置得有模有样 我以前没怎么参加过婚礼 如果真要我来收拾这些东西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整才好 表哥也是提前好几天就到了 和我爹娘打了招呼之后 就张罗着帮我准备其他的事情 我娘也坐不住了 问清楚了宁南南的住处之后 立马就让冯伟把东西送了过去 这结过婚的大概都知道 这婚礼啊 是能把一个人忙傻的 哪怕我不需要张罗什么 这两天时间下来 也是累得够呛 好不容易熬到了结婚前一天 我异常的精神 结婚前一天 铺好了新床之后 是要有好兄弟陪着住一夜 这各地的风俗不一样 我们这儿 叫压床 这事 自然也就落到了冯伟头上 哎 怎么了兄弟 睡不着啊 冯伟问我 我点了点头 半靠在枕头上 有点紧张 这么多天了 我一直都在努力调整心态 没想到 到了结婚的前一天 我反而紧张了起来 你就放心吧 我已经联系十三局了 明天等你婚礼开始之后 我们就在周围布下天罗地网 这刘飞本事再怎么大 也不可能打断你的婚礼 嗨 我没紧张这个 我是怕明天上了台之后 万一说错了话怎么办 冯伟看着我 憋了很长时间 没说出话来 这毕竟第一次 没啥经验啊 冯伟摆了我一眼 我他妈也没经验 说完 他扭到旁边睡觉去了 到了后半夜 我迷迷糊活地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起床了 虽然我对自己的长相挺满意 可是这该打扮的 还是得打扮 几个化妆师 给我捣吃了半个小时 虽然没画出 什么太明显的效果 但让我五官更加立体 收拾完之后 我看了看镜子 哼 还挺满意的 感觉怎么样 冯伟走了过来 我做了个深呼吸 这会儿反而平静下来了 还行 我的内心毫无波动 甚至有点想笑 想笑 呵呵 等你要结婚 迎娶美娇娘的时候 你也会想笑 我说完之后 姚孟奇站在旁边瞪着他 我说兄弟 你别让人家等太长时间啊 我拦住冯伟的脖子 说道 嗨 行 等忙完了这茬 我就结婚去 我们俩这一闹腾 气氛也就不再那么紧张 里外张落了会儿 将近九点钟的时候 我们开始出发 新郎 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 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感受 思宜问我 在这里 我也不坠续思宜的话 婚礼流程千篇一律 写出来 未免有凑字数的嫌疑 好 那现在就有请 林璇的各位亲朋好友 跟着队伍 让我们用最诚挚的感情 去迎接 美丽的新娘 思宜一声令下 车队 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第504集 宁奶奶的娘家 是方叔特意挑选的一处别墅 离我家也不远 没多长时间 车队就到了 娘家人 也是真不少 毛山来了不少人 见过的没见过的 除此之外 还有13局的众人 这娘家人 有点凶啊 有什么凶的 出生很疑惑 结婚之前 还要打上一架 我则是无语 冯伍使劲地瞪了他一眼 你这脑子 是不是只记得大家 这么喜庆的日子 打什么呀 这是娘家人 给我们南方的考验 等一下不管对方 出什么难题 我们都必须想办法兜着 明白了吗 闹洞房 这也是个比较传统的习俗 当然 和婚闹是两码事 冯伍口中的 娘家人的考验 也属于闹洞房的一种 比如有些地方 会给伴郎出难题 如果答不上来 那就要喝杯酒 或者喝杯饮料什么的 也有些地方 会把新娘的鞋藏起来 房子那么大 单凭新郎 一个人是找不出来的 也需要伴郎团的帮助 走吧 上去看看 他们会给我们 出什么难题 我笑了笑 走在前面进了屋子 想象中的白蛇长镇 没有出现 也没有伴娘来为难我 一直走到了卧室门口 我们都没有遇到任何难题 不对呀 有古怪 他们能这么好些 小心就肯定有账 放心吧 他们不会玩得太过火的 房伟点了点头 这才敲起了门 开门 解情的队伍来了 一句话还没说利索 冯伟整个人都抽搐了 他的头发 还有根根倒树 卧槽 这门上有电 玩得可够大的呀 我满脸震惊地看着冯伟 冯伟赶紧往后跳了一步 我就知道这 这帽舍地没这么老实 这是帽舍的雷 雷服 显然 这个雷服经过了特殊处理 威力被限制了很多 不过饶是如此 也让冯伟小小的狼狈了一下 现在怎么办 冯伟看下我 这雷服贴在门板后面 想要进门 就必须先把雷浮接下来 可是 我们也没有隔空取物的本领啊 我们的人在外面 怎么去接浮 这就很不好搞啊 要不 我破窗而入 王铁熊站了出来 冯伟摆了一眼 你不走正门 那不就是向娘家人失弱了吗 哎呀 再说了 谁知道窗户上 有没有什么机关等着我们 你要强行突破 我保证 你比我更惨 听他这么说 王铁熊挠了挠头 哼 原来 一行的婚都是这么结的 其他的一人绝对是不会这么玩 就算有想法 也没有足够的资源之中 可宁南南就不同了 宁南南背后 有毛山和十三菊 这两个庞然大物 他们想在婚礼上玩点小花样 实在是太简单了 我来吧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表哥走了出来 他是正一派的弟子 和毛山有些渊源 说不定他能有什么办法 表哥走到门前 只见他手里掐了一道印诀 这是什么印 看上去不像正一的传承 冯伟嘟囔了一声 表哥点了点头 这是我以前学到的一个小把戏 名字叫万法不沾身 说完 他把手按在了门上 电流并没有出现 刚才还把冯伟 垫得脑门冒青烟的门板 在表哥面前 那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发挥出来 行了 服已经被废了 表哥推到了我身后 确认安全 冯伟才走上前拍了拍门 你们的雷浮已经被破了 快开门吧 不然我们就要破门了 破门 还真有这种玩法 听说有些比较凶悍的伴郎团 在接亲的时候 会带上一把电锯 冯伟倒是没带 不过他的身体素质而言 也不需要带 这门板再怎么结实 也不可能拦得住鬼闻至尊 你尽管破 里面有伴娘喊了声 只要你能用蛮力破门 我们立马把男的送到婚车上去 嘿 我这暴脾气 冯伟撸起袖子 猛的就向着门板撞了过去 冯伟被撞得七昏八速的 那门却是安然无恙 这一下 我是没忍住笑出了声 十三局为了这些小节目 可是下大了本钱呢 冯伟揉了揉肩膀 这是鲜石合金吗 鲜石合金 也就是黎光的土豪金 和我们的长枪的材料 难怪他们这么有底气 你们这也太狠了吧 那你们说 要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进门 不求人不行了 还要硬气的话 除非我动用地府鬼印的力量 否则我们绝对不可能进门 不过 这么结实的大门 破坏了实在有点可惜 既然他们要做游戏 那就陪他们玩玩好了 很简单 门锁是一个小型阵法 只要你们能破阵 自然就能进门了 孙苗苗说道 我都惊呆了 法阵 这可比茶价刺激多了 看样子 没点本事还真进不去了 谁懂法阵 我扭头看向了我的伴郎团 法阵这东西 要破了也不难 有阶字密在手 就算是同为九密的阵字密 都困不住我 更何况是小小的阵法 可是安德有个规矩 闯关的时候 新郎不能插手 所有的难题 都必须得由伴郎来处理 这可就有点麻烦了 要打架 要平事 难不到我们 随随便便就找出几十个人手 可这要破阵 这还真有点难住我了 当今银行的传承中 有关阵法的还真不多 茅山是一个 另外就是十三局了 就连龙虎山 在阵法上的造诣都不如他们 可以说 想要破阵的话 就算把少天师请来都没用 几个伴郎面面相去 谁都没敢插嘴 最后还是黎云站了出来 让我来试试看吧 黎云 怎么把他给忘了 我没忍住笑出声 这一下 这个小游戏一点难度都没了 孙苗苗他们还是失算了呀 虽然我不能直接出手用杰字密 破掉阵门上的小型阵法 可是黎云可以啊 黎云对杰字密的了解 可是一点都不比我差什么 而且 他又是驱魔人的正牌传人 在阵法上的造诣极高 小小一个阵法 拦不住他 他走出去后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到底是茅山和十三局 在阵法上的造诣更高 还是驱魔人弟子更胜一筹 我们拭目以待 哼 里面的人挺好了 看我家小兄弟 怎么破开你们的阵法 黎云加油 让他们见识见识 驱魔人的厉害 黎云走了过去 把手按在门把上 另外一只手 则是掐着印诀 不是阶字密 这让我有点意外 阶字密 克制一切阵法法门 即便是同为九密之一的阵字密 也无法与之看衡 如果用阶字密 那这小型阵法 几乎可以瞬间破掉 根本就拦不住我们 可是 黎云却选择了结印 能行吗 冯文有点担忧地看着他 能不能行 我也不知道 不过既然是游戏 那就敞开了玩 都是自家人 就算是输了也无所谓 随着时间流逝 我看到黎云手上 散发出了一股微光 那股光芒转瞬即逝 如果不是我全程都在盯着 恐怕也难以察觉 看来这就是破阵的关键了 黎云嘀吼一声 想象中的大场面并未出现 只见他稍稍拧了一下门板 门就咯哒一声 开了 就这么简单 先不说别人 就连我都愣住了 黎云这手段 未免也太惊人了吧 这是我们传承中的一个小手段 你不知道吗 黎云挠了挠头问我 我还真没看 得到驱魔人传承之后 我只是学了基斯密 其他的也就没有深入地去研究过 看来以后有时间了 还真得研究研究 各家有各家的长处 驱魔人的传承 的确是个爆 大门打开的瞬间 礼炮乍响 彩带飞舞 气氛被烘托到了顶点 风卫冲在最前面 把门打开的瞬间便冲了进去 这倒不是抢风头 而是在帮我承担风险 婚礼上的玩闹 可不是只有伴郎会玩 伴娘也会 彩带礼炮都会用上 这种情况下 第一个冲进去的人 自然是要受到最猛烈的攻势 果然 方卫冲进去的一瞬间 就被雪花彩带强行喷成了雪人 要接新娘可以 先拿红包 宁男的几个闺蜜站在前面 有有有 都有的 我赶紧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红包 红包里的钱倒不是这么多 讨个彩头而已 分完红包 这些伴娘便会善罢甘休 直到这时 思怡才挤了进来 游戏也玩了 红包也发了 林玄 你和你的妻子一路走来 相信你们两个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 今天是你们结婚的大喜日子 请对着你最爱的人 丹西跪地 思怡说完 我丹西跪在了床边 深情地望着宁男呢 你有什么话 想对你的爱人说吗 思怡问我 有吗 当然有 太多了 昨天晚上 我还想了一晚上 怎么应付今天的场面 应该说哪些话 应该做什么 这些 我已经在脑海中想了千百遍了 可是真到了这一天 我却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熬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了今天 我沉吟了两秒 才缓缓地开口说道 老婆 我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了 请原谅我的嘴笨 在来之前 我准备了千言万语 可是现在 却有点不知道从何说起 感谢你一路上的陪伴 感谢你陪我度过了 最艰难的时刻 从今天开始 从文步入婚礼殿堂的那一刻 你就将成为我的妻子 一生一世 再不分离 老婆 我爱你 言语并不华丽 每词每句 却都发自肺腑 第505集 等我说完 思怡递来了熊花 我亲手将其挂在 一个宁男的婚纱上 好了 听完了新郎的深情告白之后 我们也该进入最后一个环节了 找婚鞋 找婚鞋 这倒是意料之中的环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挖后 订阅 这还有一点 最好 在海贸 并不华替 我们也在 正常 还跟着 真正 有一点 你说 首先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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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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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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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